您好,我是经理人AI主播何立为,感谢您收看每日听管理新闻播报。 今天带您重点关注的第一则新闻。 根据富比市报道,70%的迁徙世代是月光族,这可能导致员工财务不稳定,进而影响工作表现。 因此,公司应该提供适当的协助和建议,而不是等到员工财务出问题后才提供援助。 一种方法是帮助员工开设储蓄账户,并自动存入一定比例的薪水,以建立储蓄习惯。 此外,可以从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出发,开设财务思维相关课程,改变员工的心态。 企业还可以推出奖励策略,例如员工达到个人储蓄目标时,发放相应的激励奖金。 然而,在推出新福利之前,组织应该评估并倾听员工的需求,避免强迫所有人接受改变。 最后,企业应该沟通储蓄账户与劳保的区别,让员工了解劳工保险的目的是社会保险,而不是帮助员工存钱。 下一则新闻 日本餐饮业面临员物料上涨,运输费用增加和人手短缺等挑战。 吉野家、松屋和Sukia都在调整策略以保持竞争力。 Sukia数位转型的第一步,是导入了半自助结账系统,消费者在用餐后将账单交给店员,但店员不用收银,改由机器自动找零。 他们也在每个座位安装了触控面板供消费者点餐,并将自动点餐机和自助服务系统推广到特定门市。 此外,他们也尝试在自助式门市中使用一次性容器以降低劳动成本,但引发了环保争议。 尽管如此,Sukia仍努力寻找解决方案以应对餐饮业的挑战。 下一则新闻 碧莹创造是台湾最具影响力的演唱会制作公司之一,由董事长周又阳领导。 周又阳认为娱乐产业是B2B,他希望打破传统的合作模式,将音响、灯光、舞台设计等硬体设备和软体服务整合在一起。 碧莹创造成立于2014年,通过合并多家小公司,扩大客户群,提供一站式的演唱会制作服务。 公司的客户数量不断增加,从一开始的十几人,已发展成拥有300名员工的大型企业。 为了扩大营收管道,碧莹创造也开始经营场馆,并与表演者深度合作。 此外,他们还承接国内外知名艺人的演唱会,并协助他们引进尖端技术。 周又阳相信,娱乐产业的核心是人们对于现场体验的渴望,即使有了虚拟实践等技术,粉丝们仍然希望亲身参与演唱会。 下一则新闻。 上线时间管理书这本书指出,学会婉拒,能帮助你管理时间和工作压力,有效设立界限,避免过度承担工作带来的困扰。 一、问更多问题,获取更多资讯。 二、表明你将考虑或不要马上回复。 三、想象接受和拒绝的后果。 四、采取部分同意的方式,例如以电子邮件回复问题,或者推荐其他更合适的人选来处理请求。 五、直接拒绝并说明原因。 这些方法可以让对方感受到尊重,同时维护自己的时间和优先事项。 感谢您的收听。 经理人也推出了全台第一个对话是AI职场教练,AI Code上线不到两个月, 以协助全台上千位经理人解决管理痛点,职场大小疑问, 期待您至经理人网站免费加入会员,无限提问。 也诚挚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, 我们会将每日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。 再次感谢您,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。